不可能 怎么会 父亲正等着你回去呢 不过这赤猪 就不用你再继续护送 我还以为 是什么事情耽误了你 原来是被这只妖所困啊 不过你不用担心 念在我们姐弟的情分上 我来帮你把这只妖杀 怎么 你要护他 他不是妖 你何时开始为妖说话 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你可是国月妖师 可是被奶奶视为 齐文宗前途无量 独一无二的继承人 哼 你现在竟然与妖为伍 真是天大的笑话 我跟你说了 她不是妖 她体内的妖力 是外人植入的 全是借口托词 分明是你蓄意包庇 素纹这紫光电刃 杀人于无形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依美前辈 您这是 小萱所言不假 先前这少年误吞赤猪 他们二人来找本座取猪之时 这才发现 他体内被外人植入了腰围 赤猪你已拿到 速速返回都城重塑法阵 至于赤猪延误一事 我自会向父亲请罪 吉日不见 已向对外界默人之知的弟弟 竟然也有保护他人的一天 他体内妖力已被压制 只需回到都城 取出药尾便可 这么多年过去 虽然你一直想成为他的模样 但你骨子里 依然是那个瞻前顾后 优柔无寡断的怒热者 你根本就不配成为 齐门宗的继承人 你注定会败在我的手里 我会让齐家所有人都看到 我才是齐门宗真正的继承者 远然 扶龙湾情况危急 既然已经拿到赤猪 还是应先解决 明海之急要紧吧 大老爷说的是 赤猪要紧 什么事都不能阻拦我